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而且新门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高丽菜是少数的蔬菜当中富含钙质的 其实像我们一般的人在补钙 假设你没有特别吃素的习惯 通常动物性的钙质 当然含钙的比例比较高 但如果假设你有如素的人 我们其实就特别建议你在钙质补充上 一定要刻意 尤其是全素 有些钙质还可以来自牛奶这些食物里头 所以如果你全素你的钙质补充 就要刻意去留意 但是好消息是 其实有一些蔬菜里头也是含有钙质 那这个里头其实写的都含有 我大概讲成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紫菜 紫菜其实如果假设你真的是全素的人 我们会鼓励全素人要多吃点紫菜 因为紫菜里头的钙质含量真的比例比较高 第二种蔬菜比如说地瓜叶 青江菜 芥兰菜 他们的钙质比例其实也是高 这个钙质比例的换算是用100克的蔬菜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假设你正常要炒个蔬菜 可能早就超过100克 所以你只要多吃一些这些菜 其实你的补钙也是可以慢慢补到 那第三个阶层比如高丽菜或空心菜 那为什么其实高丽菜比例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高 然而确实在我们自己在建议大家吃饮食的建议的时候 多数的人对于高丽菜的接受度是真的比较高 我蛮认同洪医师讲 我有时候请病人去吃地瓜叶 他会眉头一皱 你让他去吃芥兰菜他会说不好吃 可是高丽菜几乎大到小 只要你煮得对 他们接受度都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身边有吃素的人 或者是你已经有骨松问题的人 这些饮食上的小美感你都可以做到 那然而除了吃可以去预防骨松以外 我们针对有一些特殊的人 我们会给他一些生活的建议 在我的门诊中有两种人 如果现在观众朋友是这两种人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骨松的一些相对生活习惯的预防 第一种就是已经大概65岁以上 我们说比较是年长者 第二个是你曾经有骨松的人 如果到我门诊来我有看到这样两个可能性 我都会多提点他一件事 什么是你开始在你的家里要做一点改变 什么改变 其实现在很方便 有些以前比较难 就是你还要去装一些扶手 把手以防你跌倒 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防滑的地板是可以用 那这防滑地板就是很像那种防滑贴 你贴着它可能阻力比较大 比较不容易滑倒 贴在什么地方 目前研究来发现说容易跌倒在你家中有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是浴室 其实浴室很好理解 因为你洗澡出来地上很湿滑就很容易 第二个位置是客厅 客厅也蛮好理解 因为你很常在客厅走 然后可能有一些东西你就跌倒 第三个是卧室 尤其你特别看这张统计数据 卧室的比例是最高 我曾经有过一个 这个人是60多岁 他本身已经骨松 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他 我都会提醒他一次 这边蛮乖的 他浴室真的有贴所谓的防滑地板 在那个厨房其实也有贴 然后浴室在卧室 他其实就对了我笑笑 没有贴 后来有一次回来 我先讲这一次发生什么事 他跟我说 为什么他都笑笑的 觉得不以为然 因为他的床垫 其实是铺在地上 也就是其实他说 他不太可能跌倒的 因为他的床垫 其实就离床的高度一点点而已 他觉得那个高度很低 对 他觉得高度很低 所以他每次都对着我微笑 那天他回来 他就跟我说 他其实腰一直很痛 然后就跟我说 可不可以做一点检查 那时我听他描述说 你有没有跌倒啊 他说没有 都没有跌倒 我们一照X光 在他的腰椎的其中一节 整节明显的 只剩原本一节的二分之一 他这就是压迫性骨折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真的没跌倒吗 他想了非常久 他说其实有 如果硬要这样说 有一天晚上 因为有时候 有些长辈他晚上会起来 上厕所评尿吧 他起来的时候就从 这么低的一个床垫上起来 他一个不小心脚没有站稳 他又坐在地上 他说这座力气 如果他真的觉得 他真的觉得不严重 他以为的那种跌倒 是需要到 你从站着直接滑倒 他说真的没那么严重 但是确实在那段时间 他唯一想到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一下 尤其是你已经骨松的人 其实骨折 这个骨头 因为大家没有在骨科 看过开刀的过程 骨松的人呢 你的骨头一钻进去 有些医生会 比较开玩笑的形容个视觉 就是横下海沙物 你一戳进去里头 全部都是散的 所以他基本上是经不起 任何的一点点的碰撞 甚至有些人我们听过 他只是搬一个 没有很重 一两公斤 他就骨折了 那所以如果你是骨松的人 其实在针对一些地方 特别的小心 第一个我们发现手 有些人跌倒 其实这个是保护动作 我们会下意识的用手去撑 相对我们的手的上半部 跟下半部的饶骨 就容易骨折 第二个是腰椎 有些人他真的只是 用力的坐下去 一个不小心往下坐 像我刚刚那个病 他就属于压迫性骨折 第三个这个其实最严重 就是宽骨骨折 然而因为宽骨 跟你整个人移动 有非常高的关联 所以一旦宽骨折 真的有一些研究发现 你的死亡率就会瞬间上升 所以总而言之 如果你今天骨松已经被确定 或者你是一个长辈的话 这些地方花一点小钱 可能几张贴纸而已 把这些地方的防滑措施做好 真的是没有错的 新门医师也要分享 长次高丽菜市场 也可以来这一个调养大脑的健康 对 说高丽菜房施 是很多人会觉得太夸张 好像扯太远 可是我们如果讲 它的几个成分 你就会发现 其实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在高丽菜一开始 宏医师有提到 它里头的花青素 我们任何的花青素 对心血管的保护都有帮助 第二个是它里头 其实含了一个 大家也比较不熟的名词 叫维生素K 维生素K 除了对我们的钙质吸收 是有加分以外 它对很多心血管的保护 也有关系 但为什么说这个维生素K 竟然可以延伸到 跟湿质有关呢 这个要跟湿质来源的种类 要先提一下 我们其实湿质症 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 就会叫阿兹海默症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 我们的湿质症 其实分成非常多种种类 它大致上分成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我们刚刚叫做 退化性的问题 有些人找不到问题 目前还在研究中 这是属于退化性的 第二种叫做血管性的 第三种叫做混合性湿质症 混合性其实就是 血管性跟退化性 都有共同发生 特别留意的是 血管性跟混合性里头 都有跟血管循环有关 也就是这些湿质症 可能它之前有发生过中风 因此造成脑部的一些 进阶退化 所以当你的心血管方面 越来越健康 这类型的湿质症 风险就会远远的下降 那讲到湿质症 其实我自己最近特别有感 是我最近身边有很多的病人 他的家人正在经历湿质症 湿质症其实我们听起来 就像湿质症三个字 可是对这个家人 几乎整个家庭是 进到了另一个 我们无法想象到的状态 那我这边要特别提一个 比较少被人听到的名词 叫做入意试体失智症 失智症其实大家对 它的概念就会是 记忆力的丧失啦 短期长期记忆的变化啦 跟记忆比较有关 但这种型比较特别的是 它除了记忆以外 它会多了一些视听 视觉跟听觉的妄想 我举一个 这个是一个神经内科 医视的案例 他做个伯伯 他得了这个入意试体的失智症 他最常抱怨的是 他家里会莫名其妙 有狗跟猫 甚至有不认识的人 就坐在他的家里 这种的幻觉跟视觉 是非常鲜明 就好像真的发生状况一样 所以让这个病人很困扰 他不敢回家 也会让家人很困扰 因为你现在跟我说 我旁边站着一个人 我当然会觉得很恐怖 那这个案例刚好在 我自己的病人的身上 也发生一样的状况 他分享我们觉得 这种家庭都非常辛苦 这个是一个妈妈 她当时被诊断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是失智症 因为呢 她是自己去通报警察说 怀疑她儿子跟另一个人 两个人一起要偷她的财产 她把事情讲得 非常的据心迷 你讲到连警察都觉得 这个绝对是真的 然后后来忘记是怎么样 好像是监视录影器 这一类的东西 证明了儿子的清白 从此再去医院 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但是真的一家很不宁静 包括到现在为止 总共诊断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 儿子必须要吃身心科的 一些镇定剂 去让自己每天 面对妈妈的时候 心情可以不要那么的爆发 女儿虽然没有天天回家 但是每一次逢年过节 一回家 回到台北 她就会心情陷入了 非常长的忧郁状态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 不管是哪一种新的失智症 其实都 这个家庭都是非常辛苦的 如果我们能够早期 透过饮食行为 去预防它发生 其实对整个人 包括你自己 跟这个家庭都是一个 比较幸福的状况 欣梅医师也要提醒外食 这一个很多人 不知不觉当中 经常三餐就吃的 爆表的超高的那 对 我补充一下 刚刚洪医师说 确实三高的控制 不外乎就跟几个有关 第一个就是 你有没有在运动 第二个就是你的饮食 这饮食 其实我们从食疗上 是可以去加入一些 但是要特别提一个 血压很多人会忽略掉 一个是压力的调节 假设你很容易会失眠 假设你每天看到什么事情 都超级紧张 一般来讲 血压控制都不会到太好了 所以血压控制 多了这个条件 那我们来讲一下 饮食控制 对于血压的帮助 大家都知道各种 比较清淡的饮食 减钠的饮食会有帮忙 另外高鲜的饮食 其实蔬菜也都含有高钾 所以钾就会帮我们去排除钠 然而 这个排除还是有点小妹感 我之前就遇过一个 大概才40多岁 那当时他就是因为在 公司的员工体检 发现血压高就来 这个病人是真的血压高 这个是需要吃药的 所以那时候我在给他吃药的时候 因为估计他可能一吃 怕会吃一辈子 我就说你饮食上 我们顺便做一点调整 可能一药可以少吃一点 甚至不吃药 那时候我翻了他的饮食记录 确实他就是属于 这三个通通全种 因为这个时候的工作 他的工作压力很大 他的饮食通通外食 几乎没有任何纤维 再来是他也不运动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那这样好了 既然你这些要加都很难加 那你从饮食中 多加点蔬菜总可以吧 他看着我点点头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来 血压不仅没有下降 还微微上升 我就说我叫你吃 比如说蔬菜 那时候我举例其实是高丽菜 你没有做吗 他说有啊有啊 到了再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我就邀请他帮我做件事 通常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我说你帮我拍照你吃的食物 我确认一下 你的蔬菜到底怎么吃 其实这个真的蛮难的 因为他是上班族 他的蔬菜 后来想到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铁板烧 铁板烧里头 其实会配着两道蔬菜 他就很聪明 他家附近就有一间 这个铁板烧店 他就只在他的便当以外 多叫两份铁板烧的蔬菜 然后如果你可能吃过的人 你可能知道 他吃完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因为口味太重 太重咸了 所以反而相反的 让他血压比较高 那时候我就叫他做 这个蔬菜方面的调整 后来这个病人 因为他真的看到他的血压 一直在往上 不要有一点害怕 所以他在饮食上 就真的配合我 做一比较清淡饮食的调整 蛮有趣的是 他后来的血压药 就变成只剩下 当时一开始的一半 目前还在努力调整中 所以生活饮食习惯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把三高的药物减少 甚至可以未来不要吃药 现在我们在写上